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马金城和贺兰定把刘弘历杀死之后 又冷冻又碎尸 然后呢 把这尸块装到了两个黑色的塑料袋里边 拿着就上了一条游船 这船上的人呢 都是在那喝茶打牌 这俩人呢 也在那装作若无其事 一边喝着茶 一边就把一个尸袋扔进了黄河之中 可是过了一会儿啊 贺兰定突然就发现 那一袋尸块没有沉浸黄河 而是不断的往下游走 哎呦 这可把贺兰定吓坏了 赶紧的给马金城使了一个眼色 马金城一看也惊出一身冷汗 不行 得赶紧离开这 万一有哪个好事的人发现了 或者谁感觉好玩 捞上来看看 那咱可就完蛋了 马金城和贺兰定呢 匆匆忙忙结完账 拎着还没敢扔下去的那一袋尸袋 就下船了 上岸之后呢 拦了一辆出租车 赶到了那个出租屋那 看着那一堆还没有处理的黑色塑料袋里的尸块 哎呦 俩人在这愁的呀 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咱还是去借一辆车吧 天黑的时候啊 扔到魏岭山上 这一天大半夜的时候 马金城开着一辆借来的客货两用车 来到楼底下 跟贺兰定一起 把装湿袋的几个纸箱子装到车上 然后啊 拉到了魏岭山上 就扔进了山谷里面 俩人这一番打扮呢 戴帽子的戴帽子 戴眼镜的戴眼镜 心惊胆战的 来到了一家工商银行的取款机前面 咱们大伙都用过取款机 都知道银行卡一插进去 这取款机呢 会把这银行卡搜一下子就吞进去 然后再办理业务 这俩人呢 当年还真没用过 把这卡往里边那么一插一看 卡搜 没了 哎呦 给他俩吓的呀 这怎么回事啊 咱中了埋伏了 是不是受害人家属挂尸报案了 咱可别在这了 跑吧 俩老家伙一牛头 转身就跑 就逃出了营业厅 马金城啊 一边走 一边跟贺兰定说 老贺 这个你可就不懂了 警察就是顺着这个道抓人 再不走啊 可就来不及了 所以那张银行卡就在他们两个的慌乱猜疑之中就遗漏在了那个取款机上 一直到了2004年6月27号 沈家领林厂工作人员呢 发现了被扔在华为公路沈家领段散落在山谷里面的人体尸块 护林员当时一看见可吓坏了 立刻就将这个情况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了 现场勘察和调查访问是同时进行的 经过现场勘察 确定抛尸现场位于华为公路6.5公里处南侧的绿化带内 尸块散乱的分布在接近沟底的山坡上 因为天气炎热 所以呢 已经高度腐败了 尸块跟前啊 散落着大纸箱一个 小纸箱一个 纸箱子上呢 还缠绕着透明的胶带 经过法医鉴定 现场发现被肢解的尸块 有躯干 盆骨 大腿 中断等部分 所以死者是成年女性 从现场还提取到了女性穿戴的衣服等用品 不过现场啊 没有发现判断死者最最重要的头部 法医事件认为 被害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4至5月之间 分尸是锯子宽热刀之类的工具 现场调查认为 这是第二现场 甚至是第三现场 所以查找第一现场 非常重要 兰州警方权威的法医专家指出来 受害人的尸体很可能是在杀害 并且被冷冻之后才被肢解的 抛尸现场发现之后的6月30号 专案组在七里河辖区工作的时候 发现5月9号 家住七里河区下西园派出所辖区居民 刘弘历的家属 向派出所报案 说刘弘历呀 5月6号从自己的这个美容院出去办事之后 再也没见到踪影 家人呢 担心遭到不测 于是到公安局报了案 从派出所当时所登记失踪的刘弘历的年龄 还有所穿着的衣物等特征来看 与他们在现场提取到的受害人衣物 有相似之处 于是赶紧通知刘弘历的家属来刑侦支队辨认 刘弘历的家属 还有美容院的员工都过来了 在刑侦支队辨认的结论 是现场提取到的衣物 与刘弘历当天离开他们时候穿的衣服是一致的 所以专案组初步确认受害人是刘弘历 刘弘历出生于1963年10月份 开一家美容院 生意不错 平时呢 光鲜亮丽的 里里外外都是名牌 属于那种一看上去啊 就很富有的女人 富婆 生意人呢 本来啊 社会关系就比较复杂 再加上刘弘历 感情上啊 也比较复杂 1986年 刘弘历啊 第一次结婚 生活也不错 挺幸福的 当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 哎 小两口日子呀 过得甜甜蜜蜜 可不幸的是 丈夫在1992年 因为车祸死去了 失去丈夫之后的第四年 刘弘历啊 又有了第二任丈夫 但是呢 这次婚姻 并不那么圆满 两个人呢 吵吵闹闹 有着不少的矛盾 五年之后 就离婚了 遇害之前 跟刘弘历一起生活的 是刘弘历现在的男朋友 并没结婚 这个人呢 叫常栋 所以啊 刘弘历 是外界的社会关系也复杂 说他身边的这些男人啊 感情生活呀 也复杂 这就让案情更加的复杂 六二七专案组 在案情分析会上 归纳出了几个必须破解的疑点 抛尸现场所发现的衣物 是与失踪人刘弘历失踪时候穿的一致 但是抛在现场的尸块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能够证明就是失踪人刘弘历的尸块 抛尸地点呢 位于华卫公路南侧绿化带的山沟里边 这里很偏僻 荒山野岭的 这山地公路啊 平时哪怕就是青天白日 也很少有人走动 所以抛尸在这一两个月之后才被发现 还有一个巧合的点是什么呢 这一大片的林黛啊 现在就是刘弘历的男朋友长洞来承包下来的 那么这是巧合 还是另有隐情呢 通过调查还发现 刘弘历当天携带的银行卡里面 存有二十多万的现金 而这二十多万现金 据说啊 就是为了补交偷税漏税款的 可是这笔钱并没有交到兰州警方手里 人就失踪了 甚至是遇害了 侦察员们呢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遇害者失踪的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在一家银行的ATM取款机上 取走了两千块钱 这笔钱是不是受害人自己取的 如果是的话 他取这笔钱干什么 如果不是的话 那又是谁取的 是杀人凶手吗 如果是杀人凶手 这银行卡里边有二十几万 为什么就只取了两千块钱呢 您各位该说了 这不是问题啊 那取款机上都有摄像头啊 一看不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了吗 关键就是到银行调取录像的时候 银行说了 五月六号啊 没有任何录像资料留下 因为当时我们的监控设备坏了 这又是一个偶然呢 围绕着这一层又一层的疑点 专案组一时也很难定性 这到底是为财杀人 为情杀人 还是因为仇杀呢 甚至还考虑到 刘弘历会不会铤而走险 来个借尸消债 也就是啊 他故意制造这起无头荒山碎尸案 在警方为他遇害忙活的时候 自己呢 偷偷的溜出兰州 换一个别的地方 带着钱财 过着逍遥生活去 同时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就是确认死者是不是刘弘历 把高度腐烂的尸体啊 提取出来剪裁 可是当时在兰州 并没有做DNA检验的条件 专门送到西安市公安局 请求鉴定 可是因为当时技术并不成熟 西安市公安局经过鉴定之后 也没有确定他就是刘弘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专案组呢 又带着剪裁来到了北京 去往公安部126所 这是中国形式技术DNA 鉴定的权威单位 高度腐败的生物剪裁 能不能做DNA的技术鉴定 这对于公安部126所来说 这也是从来没遇到过的难题 之前的从来没有做过 等待了几天之后 公安部126所传过来消息了 说这个生物剪裁 作为DNA技术鉴定的技术难题 被攻克了 627专案组 送检的剪裁 最终经过鉴定认为 就是5月6号失踪的美容院老板刘弘历 死者身份确定了 那么侦察员心中的一些疑问呢 也就解开了 在大量的调查查证工作做完之后 刘弘历周边的三百多个关系人 也都一一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就这么着 一年就又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边啊 马金城和贺兰定这两个老家伙 也没敢做案 因为他们还是怕 公安能够顺下查着他们 可是过了一年 到了2005年4月份 俩人这心里啊 又按捺不住了 看来咱们这案子没事了 公安局查不出来咱们 接着干去吧 4月初 马金城就在兰州街头晃荡着 这一天呢 就晃荡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门口 正好啊 这个保险公司 有一个做保险推销的人员 叫李春花 李春花呢 从大门里出来 凡是做保险推销的人眼尖 有眼力见 直接就喊住了马金城 哎 你是 其实呢 他也不认识马金城 马金城呢 也不认识他 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啊 套近乎 多懒一个客户 是一个的 马金城呢 也是想着用这种套近乎的方式 嗨 找一个做案目标 这不更好吗 所以赶紧就配合他 哦 我是马金城 工商局的马金城 哎呦 哦 对对对对 哎呦 你看我这个记性 马金城 工商局的马金城 哎呦 呃 今儿到这儿来 是想买个保险吗 哎 想买保险呢 找我就算找对门了 李春花呢 感觉这是遇上大客户了 工商局的条件能差得了吗 再者说了 那么多同事啊 你在我这儿买完了 回头让你的同事家人都来我这买 哎呦 了不得了 赶紧就说我们这保险啊 有什么什么优势 比别家保险公司好在哪了 这李春花和马金城啊 现在是各怀鬼胎 各有各的目的 所以呀 俩人别看不认识 这家伙聊起来 比老熟人还老熟人呢 显得这个亲热呀 马金城呢 也故意表现出来对买保险 有着浓厚的兴趣 李春花一看有门啊 赶紧掏出来一张名片 马哥 想买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来找我 我包你百分之两百的满意 哎呦 行行行 我呀 也给你一个百分之两百的保证 买保险 一定来找你 俩人聊的呀 这个痛快呀 马金城 现在心里边已经有把握了 肯定能钓住这条大鱼 回去之后 就跟贺兰定在那商量 咱们应该怎么怎么做 俩人这回呢 跟上回还一样 在城关区上沟 一个僻静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 买冰柜 买绳子 买刀 买斧子 准备好了之后 可就该把这鱼钓上来 咱就该杀鱼过年了 马金城这个人呢 在看人的这个眼力上 绝对是毒准狠 这李春花 在保险公司里边干的是真不错 每个月的收入六七千块钱 在2005年的兰州 这绝对是高收入阶层了 不过到了05年春天的时候 这个女人的兴趣啊 有了变化了 电子商务正在兴起来 可是你从保险行业 跨到电子商务行业 必定是有风险的 他为了把这种风险 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就想着得找一个合作伙伴 最理想的是找一个有钱的 又不懂业务的 又能控制得住的合作伙伴 用现在话来说啊 就是得找一个人傻钱多的 那马金城 李春花认为这就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 俩人呢 后来有过那么几次三番的电话交流 他就了解到这马金城啊 资金雄厚 有钱 想着投资 不过呢 没有投资经验 不知道手里的钱 该往哪投 嘿 这几个要素 正好符合李春花的这种心愿 4月14 为什么要挑这个日子 414 马金城说了 我要的就是要你死 4月14号下午 李春花兴冲冲的 带着手机 笔记本 银行卡 还有那漂亮的女士小包包 哎呦 就踏入了马金城的家 这哪是家呀 这是死亡陷阱啊 马金城贺兰定 这回呢 也没磨牙的功夫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李春花一进门 三下五出二啊 把李春花就给捆起来了 李春花身上带了现金 带了金银首饰 带了手机 带了笔记本电脑 这些自然是得唯我所有啊 接下来可就是那银行卡了 密码是什么呀 李春花这时候也都明白过来了 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不想告诉他们密码 可为了保住性命 还是告诉他们了 本来卡上有两万多块钱 上午一个朋友急用 才取出来 可能也就剩下一千多了吧 这两个老家伙 想的就是劫财呀 两万多 你说让我杀个人 我这还干得过 一千多块钱 我这买卖又赔了呀 俩人当时一听心里凉半截 哎呀 这要是能早玩上这么半天 妈的 怎么那么倒霉呢 要是你们放了我 我去给你们凑钱去 哎 要不说是推销员 金牌保险员呢 脑子就是活路 立马就放出来这么一个诱饵 这俩老家伙一听 你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要么你们放了我 我去给你们凑钱去 老贺 你听听 你听听 这怕是咱俩这辈子 最喜欢听到的话了吧 说着 马金城赫兰定可就动了手了 把李承华勒死之后 放进冰柜之中 并结实了在碎尸 又把四只头颅 趁着大碗上的扔进黄河 然后将碎开的躯干的尸块衣服 分装三个纸箱子 用借来的一辆车 又开车扔到了魏陵山里 离上次刘弘历抛尸的地点呢 还不远 马金城知道 在一个新的地方抛尸 肯定会为警方破案提供新的线索 但是啊 也不知道怎么着 身不由己的 就把车又开向那个熟悉的地方了 把这个尸骨 就又扔在了那旧冤魂的旁边了 可李春花的突然失踪 让家人 让单位都急得都不行了 四处寻找 没有个结果 于是呢 向兰州市公安局 七里和公安分局 报了案 说人哪 失踪了 虽然说 抛尸地点隐秘 可刘弘历当时不被找着了吗 那这李春花的尸体 也必然会被找到啊 2005年5月6号 兰州市公安局就接到了报案 说在那儿啊 又找到两箱石块 现场呢 位于华卫公路7.5公里处 西侧山坡绿化带里 距离六二七抛尸案现场 只有一公里 这个现象就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 法医现场勘察技术人员 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在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图坎底下 找到了一张名片 上边印着某保险公司 兰州市七里和分公司李春花 经过法医尸检之后确定 受害人40岁左右 死亡时间20天左右 分尸工具是锯子刀斧 这等于说六二七专案组的侦察员们 在去年那副担子之上 又压上了一个新的担子 不过怎么办呢 干的就是这份工作 查呗 就根据现场提取到的名片 马上和这个保险公司取得联系 查清了李春花的基本情况 李春花1962年7月出生 43岁 公司的高级主管金牌推销员 05年4月14号失踪 侦察员又马上接来李春花的亲属和同事 对现场提取到的衣物进行辩认 证实与李春花失踪时所穿的衣物一致 接下来就是调查那张银行卡 当天那张银行卡被人取走了一千块钱 这回银行录像监控系统没坏 不过呀 设备老化严重 存的资料呢 非常的模糊 根本看不清楚 完全就分不出来长什么模样 有这录像跟没这录像 没什么区别 最后为了确定身份 又跟当时刘弘历一样 直接把剪裁送到公安部126所做DNA鉴定 结果很快出来 说这尸块就是金牌保险员李春花的 发生在兰州市2004年2005年 两起特大碎石案件 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所以兰州市公安局果断拍板 将506大案和2004年的627大案并案侦查 此时对于专案组的民警们来说 李春花的那张银行卡 就成为了重点关注的对象 经过调查李春花的人生经历 发现比627案的刘弘历的经历还复杂 李春花呢1962年出生 1986年结了一回婚 1994年就离婚了 1997年又结了一回婚 当过工人 做过生意 还开过出租车 2001年开始 应聘到某保险公司 担任营销员 一直干到案发之前 正因为啊 他的触角太多 所以要想调查他 把他给弄清楚了 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 那么谁才是作案嫌疑人呢 一开始怀疑的是李春花的丈夫 李春花是4月14号失踪的 4月8号的时候 他丈夫突然一个人外出旅游了 直到4月17号才回来 从时间上来说 他的丈夫是有疑点的 当然对他丈夫的详细的调查 咱们呢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 总之啊 就是经过充分调查之后 发现丈夫和李春花的失踪 以及死亡 没有任何的关联 接下来就开始 尽可能的全面的收集 李春花那张银行卡的情况 使用这张银行卡 提取那1000块钱的时候啊 在银行的监控系统上留下了影像 咱们上期节目也说了 但是很模糊 尽管模糊吧 总比没有要好啊 后来啊 排查了李春花的相关的关系人 发现他的家属都没有取款 那么那个身材比较胖的取款人 就应该有着重大的犯罪嫌疑 专案组这时候呢 请来了画像专家 紧励的让这个模糊的图像 能够变得清晰一点 一大队的大队长 他呢本身是美术专业的 他呀 在美术上面也有特长 就以那个模糊的图像为参考 画出了模拟图像 把这模拟图像呢 下发到了各基层单位 调查摸牌 取这1000块钱的储蓄点啊 当时是位于 位原路的一个储蓄点 这一次呢 不仅是派人在这家储蓄点布控 同时在全市其他区域 其他路段的营业点 也派出了民警重点手着 这么着 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又陷入停滞之中 各个侦查小组啊 也没放弃 都装扮成了小商贩啊 包括一些什么保安 就在银行储蓄点周围 全天候的监控着 一直到了七月底 这事啊 终于有了转折 发现李春花那张银行卡 又被人使用了 时间呢 是七月二十二号 下午两点左右 有人从ATM取款机上啊 又取走了1000块钱 您各位该说了 不是有警察在现场守着吗 是啊 还真有 不过这一回啊 情况很特殊 之前咱们不说了吗 画了模拟画像啊 这之前银行监控系统里边 是一个身材比较胖的人 这回就专门盯着这胖子了 不过 这次拿着卡取钱的 竟然是一个中年妇女 这个情况让大家始料未及 所以眼皮子底下 就让他把钱取走了 这民警心里边啊 也感觉是真窝火 不过有一好事是什么呢 这家储蓄所 是在兰州市的 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 存钱呢 取钱呢 客户流量很大 安装的监控设备呢 很先进 所以拍摄下来的录像资料 就很清晰 这么着 就又叫来李春花的亲属同事 来辨认那女的是谁啊 谁都不认识的 这是受害人的银行卡 在遇害之后 第二次使用 也是第二个人使用 难道这个人 和之前那个身材 比较胖的人 是同伙吗 查清楚这个 7月22号的取款人 是现在突破案件的关键 大家这时候啊 就拿着这个录像啊 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的研究 取款时间 当天的气温高低 取款的这中年女人的 穿着发型 背着什么包 然后通过这些综合判断 这个人应该是职业女性 经济状况呢 不是太好 她的家呀 有可能是住在附近的 到这取款很有可能 是上下班的时候 路过 如果这个推断准确的话 那么在这附近的交通站点 以及这个交通路线上 会不会有可能 在此预见的 可如果这个推断不准确呢 你就得做更多的准备 民警呢 派出了三路人马 一路在储蓄所附近的 几个交通站点 人行道 包括沿路的企事业单位商场 连续等着 这算是守株待兔 另一路呢 走访银行的工作人员 以及同一时间段内 在银行去办理业务的客户 更细致全面的 刻画出这个中年女人的全貌 第三路深入挖掘李春花的隐秘关系 深层关系 特别是那些家人同事 所不知道不了解的准客户 从他这些准客户里边 看能不能查出犯罪嫌疑人的消息 这三路人马呀 是马不停蹄 一周之后的8月10号 总算是有回报了 这天中午12点左右 有一路专案组侦察员 突然发现呢 在人群之中 有一个中年妇女的体貌特征啊 衣着打扮的 特别是手里拎的那个包 跟之前录像里边 那个中年女人特别的像 民警一看心里边一激灵 哎呦 那不就是她吗 几个民警啊 就紧紧的跟住了那个中年妇女 秘密的跟踪 一直到了这个中年妇女进入到一个家属院的一个单元里边 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立刻向专案组领导报告 领导得到报告之后 当即就做出指示 选择最佳时机 秘密抓捕 千万不能够打草惊蛇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在那个女人上班的路上 民警对她就实施了成功的密捕 随后在她带的包里边 就发现了李春花的银行卡 进一步确认这个人呢 就是取走一千块钱的那个中年女人 这个女人呢 这时候也云头转向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就让公安给抓过来了呀 我犯什么事了呀 啊 在听到审讯警察反复询问银行卡的时候 她才反应过来 可能这张卡有问题 随后民警告诉她 这张卡上可是有人命大案 把这女人吓得呀 眼泪刷就出来了 这卡不是我的 是我一个熟人 贺兰定交给我的 我最近急需一笔钱 我就去找老贺 让她帮忙解决一些 她呢 反正一开始不愿意 后来就拿出来这张卡 让我自己去取钱 并且说了 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张卡是她的 这个女人现在已经慌神了 赶紧为自己辩解 我哪知道 她跟人命大案有关系呀 那这个老贺年龄多大 身高长相如何 仔细的跟我们说说 这个女人 所描述的老贺 跟五月底 用李春花工资卡 在银行取过款的 那个身材比较胖的 中年人的体貌特征 非常的像 这时候民警啊 拿出来之前 画的模拟画像 你看像不像这个人呢 像 像 诶 确实像 简直就是照着老贺画的呀 在摸清老贺的详细情况之后 专案组呢 派出两个民警 找到老贺原来工作的单位 请原来的单位领导秘密辨认 他们这模拟画像 单位领导一看啊 你们这画的是我们单位老贺 贺兰定 哎 好长时间 他没来过城里了 人挺老实的 出什么事了吗 有点事 今天我们来找你辨认的事情 一定要严格保密 随后专案组通过调查 证明这女人呢 确实说的是真的 跟这案子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呢 也就给她办了取保候审 随后兰州市公安局领导 发出了指令 抓捕重大犯罪嫌疑人 贺兰定 既然知道是谁了 要想锁定他的行踪 那就太容易了 贺兰定 别看是一个杀人魔头 但是啊 是个孝子 别看日子过得不富裕 但每个周末 都会去看望一下 他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这一天呢 依然如此 在过去贺兰定日子宽裕的时候 每回看母亲 带好吃的好喝的 现在日子呀 过得不富裕啊 穷困潦倒 有时候还得厚着脸皮 跟老母亲伸手要钱呢 专案组的民警 就在贺兰定 看望老母亲返回家的路上 把他成功抓获 当手铐 靠到他那手上的时候 贺兰定挣扎着 回头看了看 他母亲居住的 那栋老式楼房 眼里边的眼泪 就流出来了 他知道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 看望自己的老母亲了 兰州警方专案组 派出了最精干的警力 马最强大的审讯阵容 对付贺兰定 贺兰定哪经历过这个呀 审讯一开始 他就把马金城 给供出来了 专案组啊 立刻行动 将正在睡梦中的马金城 抓获归案 马金城也傻眼了 当时就叹了口气说 结束到了 跟你们走吧 到了公安局 马金城跟贺兰定 也想明白了 痛痛快快的 交代了所有的罪行 除了兰州警方 刑侦支队专案组 掌握的627案和506案之外 还交代了抢劫杀害 出租车司机的杀人事件 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又是这般特殊身份的老年人 犯下这么残忍凶恶的杀人碎尸案 这在兰州甚至整个甘肃的行政史上 还是第一次 在全国范围之内 也是非常少见的 在审讯过程之中啊 还有一个小插曲 马金城故意说自己 还有一个同伙 姓李 专案组经过仔细调查 才把这个李某给排除 后来办案人员就问他 你为什么将一个无辜者牵扯进来呢 马金城说了 那个家伙 常来占我们哥俩的便宜 我们哥俩完了 也得让那个家伙进来受点罪 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啊 不惜将一个平时称兄道弟的无辜人 牵扯进这桩特大血案之中 2006年3月份 在庭审过程之中 贺兰定啊 对自己犯下的罪恶是公认不会当庭悔罪 可是马金城表现的非常的油滑 不肯认罪伏法 推三阻四的 表现的呢 就跟一个地痞无赖似的 完全不符合曾经一个全国劳模 曾经一个英雄警察的形象 2006年7月12号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马金城贺兰定二审判决 以抢劫罪判处马金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同样的罪名判处 贺兰定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人分别赔偿受害人家属 经济损失11.46万余元 关于这起案子 其实能带给我们的思考很多 别的我先不说了 我就先来说说 关于他们老年人身份这个问题 因为近几年我们发现啊 各种各样的老年人犯罪的话题啊 新闻啊 都非常的多 那么为什么 有的老年人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我们去看这些老年罪犯 其中都有共同点是什么 不一定说日子过得多落魄 但是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孤独的 一定是从心中由内而外 生出了一种无力感 所以想解决老年犯罪 就像我们经常在各大媒体上 能看到的那句话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老年人 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平衡自己的心理状态 怎么样自己去主动寻求一种 更好的 更适合自己的老年生活方式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更关键的 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问题 这关乎于你我每一个人 你看平时我们说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但是我们很少提到 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啊 我们总是去关注我们的子女的心理状态 他过得快乐不快乐 又有谁过多的关注过 我们的爸妈 我们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他们的老年生活快乐不快乐呢 至于更大层面的问题 无论是制度层面也好 无论是社会保障层面也好 这些我们决定不了 干涉不了 但是关爱身边的老年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 从此时此刻开始就能够做到的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